斯敏寧老師 2024甲晨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 已經推出了 大家可以在影片資訊欄找到一個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看到 老師親自講解 2024年十二生肖榴槤運程 當然 生肖是一個比較籠統的運勢預測 如果大家想詳細了解 自己個人專屬的運程預測的話 是歡迎聯絡詩問寧老師 詳細請教她 焦點視頻 詩問寧完學應用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詩問寧老師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又見面了 老師今天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你實體在我們的陸景室拍攝 講一講就是因為 即將都是叫做進入 2023年尾的時段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多資訊 讓大家未與籌謀 好好去為2024年定下一個良好的計劃 我們知道每年都會有一個時節 就叫做立春 這一天就是每年的一個新開始 就算是用生肖去看 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就著這個立春八字 去請教你給一些意見 預測 預測 和分析 看看2024年到底會有什麼意象 去告訴我們 不外乎 不外乎 都可能就著一些 叫經濟 民生 又或者一些外交的層面上 所以就請你解說一下 好啊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 讚好 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 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明年2024年的立春日課 本身是24年2月4日 下午4點27分 交入立春 當時我自己看著立春日課 剛才Mac說做好一些準備 我覺得這個準備是必須必須要做的 因為這個日課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產生了一種很激烈的動盪 可以這樣說 這種激烈的動盪 其實如果以立春八字來計的話 我自己看過往一段日子的立春日課 這個日子是非常之特別 特別地動盪 特別地有異象 因為這個異象就是上下 上就是天干 下就是地支 是上下很不匹配的 形成一種矛盾點 而這種矛盾點就會在 明年2024年的農年 會出現了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日課 這個日課是甲晨年丙人月 墓率日更生時 我們就是用墓土作為一個重點 墓土其他那些五行 我都寫齊了出來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八字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會看到原來 年月日時 是甲丙墓庚 即是說 是木生火生土生金 天干是順生的 天干順生有一個好的現象 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有一些 機會 又或者有問題的時候 都有一些轉化 轉變的時刻 令到我們將一些問題解決 所以天干順生的八字 又或者這個日課 都是代表著一件好事 而這個好事 是在於天干 天干代表表面 所以可以理解為 明年的表象 似乎是升平和落的 似乎是好的 這是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第二個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看到天干有甲 有墓 有庚 我們所謂的三期的日課 所謂的甲墓庚 天上三期 代表著一些奇遇 一些貴人 一些特別的象徵 所以也代表著 明年2024年 會有些奇遇 一些特別的事發生 理論上出現了 天上三期 地上三期 又或者人中三期的日子 理論上都是好事 變成即使 剛才我說 是比較動盪的 但是表象上面 仍然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在天干上面 我們看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好了 接著我們就進入地支 地支我們會看到 一些很明顯的現象 就是因為它是神年 神年 而那個日子 它出現的是一個 率日 就是說我們知道 是會神率雙充 這一年的立春日子 是神率雙充 神率我們叫做天羅地網 天羅地網代表的是什麼 是受困 而因為它雙充 所以它反而可以衝出 一個受困的現象 雙充 可以衝出一個受困的現象 而這種受困的現象 好的方面 我們可以理解為 就是說有些原本一直 是不發生的 一直在底的現象 終於在明年 是會露出水面 有些一直隱藏的事 終於是會發生 這個就是神率雙充 會產生的一個現象 另一樣東西 我們看到的就是 除了神率充之外 我們同一時間也都可以見到 它是人 身 雙充 人身充 即是金木交戰 這個金木交戰 也都代表的是一種衝動 一種動盪 經常去形容的 金金是斧頭 人木 是一個巨木 斧頭劈木 產生的動漲 動能 是很激烈的 所以這個日子 重點是在於 地資的金木交戰 和神率雙充 簡單來講 是地資傳動 一個地資傳動的八字 在好的方面 我們就會理解為 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很激烈的變化 有變化才有新的環境 新的氣象 這個是好的方面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 譬如是一間公司 一個國家 或者是一個經濟 產生激烈的變動 甚至乎是動盪 就不是一件理想的事 所以我就說 這個日子本身 特別在於地資傳動 而傳動之中 又產生另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 我們會發現 人、神是伴合的 因為人、神 大家都是屬於人貌神 東方的位置 所以它是會伴合成一個木局 然後 之後呢 新宿 它大家都在西方 形成新有宿 暗合這個新宿的金局 形成年月為一組 日時為一組 產生兩個比較明顯的對立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金一個木 所以產生明顯的對立點 明顯一點就是說 譬如在人事上面 在一個國際的社會 或者一個政治的層面 就明顯出現一些 不同的派別 不同的黨派的 那種明顯歸邊的狀態 這個可以很明顯在這個立春日課 是看到的 而因為 剛才我們本身就是說 人生是雙聰的 神率是雙聰的 這種聰是格公聰 什麼叫格公 因為神在年 因為神在年 因為率在日 中間隔著一個月 人生聰中間隔著一個日 所以本身是隔著一條柱聰 隔著一條柱聰 理論上那個動漲是減低了的 但是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見到它出現了人生 出現了人神是一組 神率是一組 那就是說這一種 忌合忌衝的現象 變成完完全全的對立面 完完全全的對立面 形成強烈的金木膠戰 也都形成強烈的神率 衝動灰光 理論上土和土充 本身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衝動灰光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灰光正如剛才所說 是一個天羅地望位 一衝動了的話 就從而產生很多激烈的氣場 再加上因為土 本身藏很多雜氣 所以一衝就會將一些雜氣 不理想的現象 是被拉扯到出來的 形成明年的現象 如果我們直接去分析的話 剛才說天干是表面和平的 開心的 順生的 地支是暗動的 而這種暗動透過神術的雙衝 是湧出來的 所以幾方面 在政治經濟的層面 或者人事的層面 歸邊的情況很明顯 派別的鬥爭 派別的對立點 也都是會比較明顯的 如果在人事上我們會這樣去理解 如果在經濟上我們會看回 整個八字是沒有水的 因為我們以暮土作為日元 水為財星 整個八字是沒有水的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就是 明年的農年 本身的經濟狀態 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然後因為透過神術雙衝 因為術是火腹 神是水腹 一沖就會沖出水火的氣 所以透過神術雙衝 反而可以沖到 少少的水氣出來 這種水氣 即是說是財氣 形成 這種財是會出現的 在什麼狀態出現呢 是突然地出現 而且在一個經濟周期 不太理想的情況之中 突然上升 而且突然急跌 形成各位 如果是有一些投資 又或者涉及金錢的一些買賣應用 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所以明年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想過山車的階段 這種過山車 不單止是經濟 是整個各方面 都明顯看到一些 突然的變動 變化 好的方面 我們可以理解為 一些新的科技出現了 又或者一些研究中的東西 是突然之間研究成功 由武變有 什麼叫做由武變有 例如以前 我們很希望可以飛上天空 可以像小鳥一樣 然後有人研究到飛機 經過試驗實驗是成功了 飛機開始生產 這個叫做由武變有 這種亦都會應驗 是神術衝動的現象 這個是好的 但是如果在整體的經濟 人事 政治的環境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神術本身屬土 土其實主宰是一些帝王的氣 因為土是大地 所以它主宰了一些 比較強的人物 帝王的氣 這種氣一沖 就會容易出現幾種現象 第一 人事的更替 特別是大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世界級的知名人物 第二容易出現一些政權上面 一些比較大的變動 更換 例如一些比較年長的 大的政治人物 他退休退下來 又或者一些政權的更替 在明年都會比較明顯一些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人身衝 這種人身衝涉及金木膠戰 通常都容易應一個現象 就是比較容易多 是有颱風的現象 這個八字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查一查 在1964年同樣的八字是出現過的 但它當時不是一個立春的日課 而1964年在香港出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那年的打風是特別多的 根據有些人的統計就是說 那一年由1號風球開始計起 掛過風球的時間 但一整年是接近570小時 到現在為止是沒有一年打破了這個紀錄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日課來看 第一這一年就是明年打風的時間 是會明顯增加的 不單止是香港 是說可能是東南亞一帶的現象 這個是第一 第二涉及神術蔥 神術是土 我們見到有木蔥有土蔥 形成土木 土木我們會稱之為土木工程 即是代表什麼呢 建築物建築 所以明年也都小心一點 是跟建築物建築相關的行業 出現問題又或者是出現一些意外 也都會是明顯增加的 還有就是土同土蔥也都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涉及了那個我們叫做地震 火山爆發 又或者是泥石流 因為是配合颱風 即是我們說的是金木膠墊的颱風 配合神術蔥 而形成那種泥石流的現象 變成無論是天氣好 或者是經濟人事都好 在明年各方面 各位都希望 希望各位可以小心一些 老師 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你覺得 2024年比起2023年 可不可以叫做看下去就好一些 但是其實 實質始終有一些天災人禍在這裏 其實都未必是理想的 如果實際這樣比較的話 我覺得2024年是不及得2023年那麼好的 哦 直接這樣 是的 這件事而且要留意 就是這個氣場 小心點由今年年底 已經開始進入了 因為去到年底的時候 即是我們說的 由立東開始 或者是冬至開始 本身這個氣場 已經出現了一些輕微的變化 變了其實這件事 就是由幾年前開始 我自己都已經不斷強調 2023年年底 去到2024年 是必須要很小心的年份 哦 OK 會不會說有時就是 2024年是叫做進入九雲的一年 那氣場特別亂 所有東西都會特別是變化大呢 這個是一定會的 因為氣場的變換 第一因為氣場會亂 第二就是 氣場的變換那個亂象 其實不會只是一年那麼短的 所以涉及的時間 不單止只是明年 也都說正如剛才所說 由今年的冬天開始 那種氣場已經開始變換 由年底開始 延伸到明年 以至乎 之後的幾年 其實那個氣場 仍然都是不太理想 但是當中 如果以立春入貨來計算的話 明年相對來說 是真的不理想之中 是再不理想了 哦 OK 那當然就著下一年的一個運程批算 過人的話 那我們絕對都歡迎大家 聯絡詩敏寧老師 去詳細請教一下 影片資訊欄 可以找到老師的聯絡方法 OK 那下一集 我們繼續 又跟老師 去講一下其餘一些 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的 拜拜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 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的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 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視頻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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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問寧老師 2024年 甲晨年 12生肖榴槤運程 已經已推出了 大家 can see 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看到 是老師親自講解 2024年十二生肖的榴槤運程 當然生肖是一個比較籠統的運勢預測 如果大家想詳細去瞭解自己個人專屬的運程預測的話 歡迎聯絡詩問寧老師詳細請教他 蝦問寧原學應用的時間營光幕見到詩問寧老師 Hello 大家好 老師今集我們想探討一下 又是未雨與籌謀 看看2024年香港到底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今集我們就用九宮飛升的角度去研究 因為我們知道每年在風水的方位上 一些星組都會有一些變動 亦會影響到風水上的一些運勢轉變 今集我們就講講2024年 到底香港整個飛升圖放在香港那裡 會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我抽了一些問題 就會請教老師 一會兒我等老師 基本上就詳細解釋給大家 我會專注在北部大嶼山 我們都看到有大型動土 最近甚至乎有一些工商意外就死人了 是不是有一些影響呢 然後機場經常動來動去 很多人就走了 是不是又有影響呢 所以現在就交給老師解答一下 好啊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請做齊 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明年的飛升盤 我們首先要了解香港本身的飛升盤是甚麼 再判明年的九宮飛升才可以做得到 我自己建的香港盤 它就是丁山貴向 即是坐南向北 現在屏幕顯示出來 而明年的九宮飛升是三入中 它都排回九宮的數字出來 坦白說明年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很明白地說就是不太理想 因為本身配賣香港原本的飛升盤 加起來的那盤數 是出現了一些不太理想的跡象 我當中會以幾個方位 作為一個重點的分析 一個是中宮 一個是座方 向方 太歲方 和一個我們所說的五王 即是明年五王到的位置的方位 為甚麼我們會分這幾個位置來講 首先第一 中央是操控八方的 操控八方代表所有東西 都是因為它而衍生了一些現象出來 我們可以見到原本的香港盤 中央是見到有三、四、八 三和四本身五行屬木 八是五行屬土 然後本身三和八一組 都會合成一個很強的木的能量 所以中央三、四、八本身只是兩個木 變成三個木 木本身主宰甚麼呢 木如果我們用中醫的角度 就是通我們的肝 肝煮甚麼呢 煮屈結 煮我們躁動的氣 在一個不理想的狀態就是屈結和躁動 在好的狀態就是代表前進一種變化 一種藍性前進而產生好的上進的階梯 一個好的現象會是這樣的 但為甚麼我說明年配合風水的三仔入中宮的話 不是一個理想的現象 因為剛才所說 本身中央已經有一個很強的木的能量 再加上一個三的話 形成那個木的能量太過強盛 如果大家知道今年2023年是四入中 四入中 今年我們見到是發生了很多 我們意料不到的一些比較大的命案 這種的命案或者這些 令到我們人的情緒比較大的上落的事件 小心點明年是會繼續 甚至乎整體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情緒 明年是更加的低落 甚至乎更加的躁動 原因是今年四入中 而明年是三入中 三本身配合原局的三 三加三我們風水上面 叫三三出網呼 代表什麼?老網 代表一種行為上面 不經思考的 三三主極度的震動震蕩 所以三入中 比今年2023年的四入中 所產生的效應能量 其實是更加激烈激蕩的 就會形成作為一個中央核心 我們人心上面情緒上面那種不開心 那種浮躁不安 小心點是更加會嚴重的 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另外如果我們看經濟狀態的話 都是不太理想的 因為我們知道八仔本身是屬土 是財星 我們也知道明年2024年轉入九運 理論上八仔是開始退氣的 但因為九只是剛剛上場 八是未完全退氣的 所以八仍然是財星的所在 本身我們原本中工的局 八為財星 而這個財星是被四和三的木所謂黑 因為八是土 即是形成木黑土 產生的能量現象就是 這個土的財星被黑洩 然後再來一個三 三再進去再黑一次土 還有剛才我們提及三八本身就是合木 即是整個局裏面四顆星 完全化成一個很強的木的能量 產生一個效應就是 如果土八為財星 這個財其實是被化去 被黑走了 所以在中央的操控裏面 我們看到這個財星是備受黑洩的 如果我們看看向方 因為向方我們主宰的就是向主財 向方的水星就是狗仔 特別是財星所在的 本身狗仔是旺星 因為是接下來下源九運的財星所在 理論上財星所在 而我們配上香港的亂頭 狗會直接飛入維港 維港是真水 理論上本來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就是在於 因為明年也是九運 九運 也會形成九運會入中央 二十年會進入中央 所以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原本是好的狗仔的財星 在向方見真水本來是好事 但他進入中央就麻煩 形成是入籌 籌就是困住 所以其實是由明年開始的二十年 那個財 香港的財 是慢慢下降 而這個現象在明年 相對來說 仍然是開始出現了這個現象 但不是最嚴重的一年 為什麼不是最嚴重的一年 就是因為明年是八仔進入北面 正如剛才所說 八仔仍然是一個財星 他是在退氣 但仍然有他的能量 但問題就在於維港 特別是香港島 就是我們說中環 灣仔一帶 這個維港的周邊 他的動土太嚴重 理論上八仔仍然是財星 九仔是接下來九運的旺星 八九入向方本來是好事 但當他出現了一個很大型的動土地盤的時候 就把一些能量 好的能量拉低 把不好的能量爆發引發出來 所以即使明年是八仔入了北方 他仍然是會產生一個現象 第一 一個好的能量是被下降 第二 那種風高浪急的情況是明顯再發生 例如我們說股市 他可能那種急上急落的頻率 和上落的高低點 會是明顯會比今年更加激烈產生到的 所以就會形成那種財的上落的波幅是非常之大 而大之中是在耗財的 因為這個配合中央的財星去分析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財是不理想的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看 就是剛才Mac說 大嶼山一帶動土 會產生什麼的現象 什麼的氣場 因為大嶼山是西面 在香港的西面 西面我們會看就是這個位置 而明年的正西是有五黃 五黃是什麼 所以是一個大殺星 是一個災星來的 如果本身西面沒有動土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甚至乎我們說 其實大嶼山和港島之間有一個海 那就是說有海隔著它的氣 有海去化減五黃的氣 本身是不太擔心的 但是它一動土就麻煩了 因為本身五黃是殺星 而西我們叫做對位 對是什麼呢 第一對是老虎是白虎 白虎動動會主在什麼 主在營傷 所以就會產生五黃動土 本身就是殺 白虎動動就是營傷 就容易產生比較大的營傷的事件 還有一樣東西 因為這個西對對位是白虎 我們也都會理解為官門 官就是政府就是香港 甚至乎我們說中央阿爺的狀態 因為白虎主在官門 所以我們看到大嶼山一帶動土 動動官門 除了對應營傷之外 也都會對應一些政策上面 一些大的變化 同時也都會對應 就是中央政府 第一我說中央政府 是香港自己的核心的中央裡面 會有一些人物的轉換 有一些高官人物的變換 甚至乎我們說中央 真是阿爺那裡 都有一些高層人物的變換 而影響著香港的 因為這個現象 在中央 即我講中公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說 這個白虎本身是土 他本身主的是少男 年輕的男性 男性相對年輕一些 而他本身給兩個三仔去合住他 因為中央是操控八方的 我們見到這個中公的少男 是被黑而轉為木的氣場 由土轉木 那就是說有少男受到傷害 作為中央操控八方的少男 所以我們會大膽去判斷就是 明年會對應幾個方面 第一中央的官員包括香港自己 又或者是北京的中央的官員 是會有一些變換的現象 而這種的變換 小心點是因為一些比較麻煩的事件 令到需要是落馬 第二中央的少男白仔 也都代表著一件事 就是說香港的年輕人是會離開 是會受到影響 這種的離開我們用兩個方面看 第一是離世的離開 因為我們知道在風水的判斷 三黑白 四黑白 土被兩個木所黑 是主宰 如果我們說在家中主宰 容易有一個留胎的跡象 即是說媽媽容易被留胎 即是說這種留胎的跡象 代表有死亡的事件 而這個對應死亡 小心點是以男性 特別是年輕的男性為主 這個第一個就是離開的跡象 另一個離開的跡象 就是會對應 小心點明年的移民潮 是會再一次發生 當然這個移民潮 比起之前兩年的人數會減少 但是也都會相對來說 比今年是會明顯了 所以我們會見到 小心點明年的離開 就是說人離開香港 而這種的離開當然是 帶他們有的資產離開 所以香港的經濟也會 進一步受到影響 因為這種的離開 同一時間和太歲方也是相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 明年是屬於這個蛇 蛇在東南的位置 而本身我們見到 香港的出水口 就是在東南方 即是說太歲臨東南 離開的人也都會明顯的 因為我們說水是財 來水是來財的方位 去水是去財的方位 所以明年太歲方是臨去水位 形成香港人的離開 錢財的散失是再明顯增加的 還有就是明年二仔飛入東南 二仔是什麼 是病性 二仔病性飛入東南 太歲臨病位 所以明年的太歲方臨病 即是說香港人 或者香港生病了 這種病包括什麼 錢財的流失 這種病包括什麼 剛才說的 中央形成那種強目的氣場 形成那種情緒 甚至乎是意外的那種現象 所以剛才都在說 離開就是那些人離開香港 是年輕的人 相對年輕的人 即是說是香港的經濟 支撐香港經濟的那幫人 那幫人大約是三十多到五十多歲之間 這個階層 這個年齡層是離開 如果這個年齡層一離開 對於香港未來的經濟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各行各業的支撐的管理層 可能就是這一幫人在支撐著 所以是大的 另外一件事要提及 就是因為回應到 二仔也是獸黑的 因為二仔也是屬土 我們見到這個局 東南是三四是木 所以二仔這個土是獸黑 這個土獸黑 形成木土的膠戰 中工也是木土的膠戰 木土是什麼 我們講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所以我們會直接 將現象對進去 第一 一些離世或者意外的事件 小心一點 和土木工程相關 土木工程包括樓房 建築的問題 包括一些山泥傾瀉的現象 同一時間這些意外的發生 提及的樓房 也要小心一點 樓房 樓市的一個比較明顯大的波動 明顯向下行的階段 亦都會容易出現 明顯地發生了 老師 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血案 大家知道2023 有很多這些兇案 事情發生 周街斬人 2024 會不會都反映這件事 以及大家問心上 情緒 會不會都有一些低落的情況 情緒 剛才說了 就是因為中工木的震盪 太激烈了 所以本身 肝就是主要屈結情緒的狀態 所以人和人之間的那種冷漠 和不溝通 是會明顯增加 那種情緒的激動 急上急下 甚至乎在街上吵架 在車廂裡面 不禮貌的現象 是明顯增加的 剛才你提及的那種 就是我們不想見到發生的 血案 命案 在明年小心點 都是會繼續的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明年伍仔是進入西位 西本身就是主宰一種官非 甚至乎一種傷亡 因為白虎 我們說白虎除了是官門之外 也都會對應是營商 我們想起白虎是會咬人的 所以會造成一些營商的事件 變成剛才你所問的問題 確實是擔心 明年是會繼續 甚至乎是比今年更明顯了 嗯 老師一個小小的總結 你覺得2024年 在我們香港 就是面對著一個層面上面 最棘手的問題 你覺得是甚麼 最棘手的問題 我覺得是人心 人心的那種 就是直接說 就是一種的散緩 情緒的那種波動 就是說 隨時一撻就逐 那種情緒 令到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是越來越有疏離感 因為這一種現象一旦發生了 其實影響的不單止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之間 而是整個社會的氣氛 是產生了一種不理想的跡象 哦 OK 所以大家 了解多些 經常都說 我覺得就是未與臭謀 當然 就是 大小是這樣 但是每個人的命運 和運程 都是有不同的 其實在影片資訊欄 會找到詩敏寧老師 接下來 2024 十二生肖榴槤運勢的連結 大家可以詳細看看 或者甚至乎 在一個運程的批算上面 都可以聯絡老師 去請教一下她 下一集 我們又繼續和詩敏寧老師 去講一下其餘一些 原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 拜拜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 留言 讚好 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 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部門資訊欄 再次回到資訊欄 收集中 一些音樂 走上 我會嗎 也有 達到 沒有 最多多的 之前 還可以 感谢观看